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我印象里啊 好像在很多年前 就是中国貌似流行过一句 就是一个用句 是什么什么到日本去了 比如说大家会说这个 跑梯跑到日本去了 走错走到日本去了 丢人丢到日本去了之类之类的 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很离谱的一个表达 前几天那个半夜去那个 金国神社小便的那个铁头男 大家还记得吧 他呢当时是连夜逃回了中国去的 所以他其实心里很清楚 这在日本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所以他就很害怕嘛 也那在回国之后呢 日本就有媒体找到了他 然后呢进行了采访 那这件事是没有反省的吗 嗯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问题 就是说他说这个 这次的连夜行为 在日本的话是犯法的吗 嗯 是说你会不会有说反省 反省 把个压路反省 反省不了 把个压路 对对对对 啊 这个 怎么了 怎么呢 哦 这个就给你 这个东西给你 他 她 她 她也没有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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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她也没有写照 呃 她 她 对 她只是想说随便让照片有好 就能不能给她看一下证明你去过呢 她不是要拍她只是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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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没有 就是 她不拍照流动的时候 她怎么给她看来没有 啊 哈哈 不是 你这样还要怎么样呢 不是 这张不是 这张不是 这张也是 对 这个是我随便拍的照片 不能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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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呃 确认 我跟你确认了 也 我 我当天就去了 对对 每天都去 但是正常拍摄是在31分 啊 可以啊 确认 不能看 不能看 确认 确认不了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都有 这个人家是传过来的 你拍的时期 你拍的时期 你别拍这个时间了 看不了 看不了 不行 No No 看不了 这个是 中国 看不了 看不了 你们如果在中国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我这个给你传出去 你完蛋了 我等待 我等待你 我们如果炮灰大鬼 自发鬼打死了 我们还留在原地上的人抓 对不对 肯定先打掉自己回来嘛 回来有生力量下次在那个嘛 OK了不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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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媒体非常的严谨 必须要确认她就是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本人 然后呢我也明白为什么她不让这位女记者去拍她的证据 因为这可能就是说会作为她将来 说不定她还想偷偷去日本 但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 我觉得她可能就很难了吧 我只要一想到就这个人现在中国被称作英雄 然后有一大堆的中国人去追捧她 我真的会生理性的感觉到不是 特别是这位女记者她全程的表现 跟这个铁头她说的话的对比 我觉得真的就是文明与野蛮 这个视频字幕可能不是太好 因为她可能是那个识别 然后呢把这个日本女记者的那些说日语的时候也识别成中文的了 所以看起来有点乱糟糟的 总归就是说呢这个女记者就对她进行了一些采访 然后呢她就是 主要是这个铁头说的话吧 才是这个视频的关键 这个铁头我觉得估计把它称为下头男吧 她整个状态是非常的骄傲 自豪并且很嚣张的说 这个中国我到时候给你传上去你就完了 她是完全 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或者是不自在的 那这位下头男她现在整个的表现的状态 我觉得她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成个英雄了吧 而且她觉得自己是影响力很巨大了现在 所以呢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就 怎么说呢就是说让你玩完 准确来说呢这就是小人得志的标准的模板 而这样一位呢她极尽为所知能事的下头男呢 丢人丢到了日本去还为此骄傲的很 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中国朋友 有为此感到恶心的啊 但是又被深深的无力感裹挟了 因为我觉得正常中国人可能会这样觉得 就是天天在国际上做这些事情 就是这些中国人跑出去 要是我是台湾人的话 我也不可能会想跟这些人去当一个国家的人的 小粉红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台湾人不想跟中国统一 因为你自己都看一下好吧 就是不管是国家还是这个国家的人 天天都跑到人家别人的国家都做了些什么 天天都说了些什么 但凡没有这么的总是令人难以启齿 我觉得可能台湾人也不会这么抗拒统一 那这种人呢在中国是被追捧者 就只看这一点 我觉得中国想要真正的民主 都还有至少30年网上吧 另外呢还能凸显出来中国人的一个事儿 就是杭州的漫展 有一个男的他模仿科比坠机的这个视频 然后在网上是传播开了的 这件事情是很多人参与了讨论 然后所以就比较火 那美媒呢这个TMZ他也就也报道了这件事情 然后美国人是有一点愤怒的 我去稍微看了一下 有一个中国人在下面楼了一条言 说这只是一位不会尊重人的中国人 我们也很心痛 但这不代表中国 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 因为我有点诧异 就是因为只有这一条下面是有31条的回复 然后我点开看了一下 大致是这样的说幽默 说抽象 还有说跪着就别起来了 有复合的啊 也有觉得说 这个中国人这个cost太过分的了 但是呢 更多数的都是觉得他是一个 从阳没外 然后就是朝美国人下跪的这么一个形象 就是我看完之后我是有点沉默的 因为前面像是外国人那些评论 就没有中国人在下面这样子进行辱骂或者破防 但是遇到中国人 我觉得很多小粉红就控制不住了啊 就整个人 说白了就还是对待别人的时候唯唯诺诺 遇到了自己人就重拳出击 我现在其实看到是 他们这个做法是差不多心如止水 也就是感叹一句哦果然还是如此 然后呢美国人对这件事情有意见的这件事情本身呢就又被中国报道了 然后呢这个报道下面有一个中国人是这样子评论的 说这个有的事情在中国可以做 但是在美国却不可以做 这再次证明了中国才是自由的国家 首先呢我们就不说这个是不是人的这个问题 在美国啊如果你cost成这样的话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所以你并不会因此被抓起来或者怎么样 它并不是不能做的一个行为 拿这个豆乐子本身 其实是一件就是非常没有品的一个行为 以能做这件事情而感到骄傲 这跟非洲这个食人族很骄傲的说 我们能吃人你们能吗 然后你们不能吃 所以我们更自由就有什么区别 这难道就是中国体现出来更自由的地方吗 因为更野蛮 在中国去年万圣节有多少人因为cost的不对 然后就被抓起来关到看守所里进行一个折磨 他们犯什么法了吗 没有 因为在中国抓人是不需要法律的 但是在美国是需要的 小粉红的自由观真的很可笑 就是自由又不是意味着没有任何的限制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恰恰相反 先要带上枷锁才能够有自由 所以或者说能够有大多数人的自由吧 人首先你就要文明 再就是法律 如果说把道德彻底抛弃掉 人性也无所谓的话 那你说人跟野兽有什么区别呢 我建议就这些人也不要生活在这个文明的现代社会了 你赶紧去丛林里面生活吧 那里有你想要的那种自由 你在里面确实是为所欲为 想干嘛就干嘛 反正死了也没人管 那道德败坏的人 其实当然是哪里都有的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会以此为荣 会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国家是自由的 就是你还有没有点做人的基本的道德底线 就是到了现在了 还有如此多的中国人 处处都体现着令人发指的没素质 所以说别说民主素养了 就是做人的基本素养都不健全 这两天中国高考人数呢达到了1400多万 跟前几年相比其实是一直在升高的 那因为今年的考生呢都是06年出生的 那中国人口出生率其实在那个时候还是可以的 所以接下来几年的考试的人呢 也并不会少到哪里去 断崖式的出生人口 要到差不多10年之后才会真正的体现出来 因为是这几年才是突然之间掉下去了 但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可是不等人的 已经崩成这个样子了 社会又在不停的去涌入这个如此巨大数量的年轻人口 你说就业该怎么解决啊 就有人估计了一下说中国目前的实际的失业率 应该是达到了35%以上了 那这些年轻劳动力可能就是要继续源源不断的投入 进这个社会里面你这该怎么消化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搞分配才行吧 最离谱的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些刚考完的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还在支持巴勒斯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真的觉得他们特别矛盾啊实际上 因为在俄乌战争 这场战争里面他们是支持俄罗斯的对吧 好的我们来比较一下 先是俄乌战场 俄罗斯呢是战争发起者 乌克兰是被动反击保家卫国的那一方 但是呢这些人认为如果不是俄罗斯赢 这场战争就不能完 谁如果敢支持乌克兰 谁就是延长这场战争的帮凶 谁如果支持俄罗斯反而是为了快速结束战争 俄罗斯方面呢可以使用像极树炸弹 温压弹白鳞弹等等 但是乌克兰不能用 用了就要被指责你是会这个误伤平民 好然后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为了国家利益 阻止俄罗斯的侵略的乌克兰是不识好歹 俄罗斯呢强大 所以呢它是正义的 乌克兰弱小所以反抗有罪 接下来呢战争我们来到巴以这边 哈马斯是战争发起者 以色列是被动反击 因为哈马斯劫持了无辜的人质 折磨了无辜的人质 并且呢拒不归还 但是哈马斯是正义的一方 哈马斯呢自己这个组织 常年呢残杀自己家的妇女儿童 还有全世界的妇女儿童 习惯性的拿他们当作诱饵 但是不是恐怖组织了现在已经 就是在中国人很多人的眼里 以色列呢因为处在战争中 所以呢它确实有误伤到平民 或者妇女儿童的现象 所以呢现在已经被 这个中国很多人定义为恐怖组织了 哈马斯呢非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给灭了 是正当的行为 以色列呢想要去救自己国家被绑架的人质 然后呢收拾一下这个恐怖组织 是入侵 哈马斯弱小所以是正义的一方 以色列强大 所以呢现在有错 不是就是 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 按照这些人对俄乌战争的对错标准 难道不是应该在巴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吗 那又如果按照他们对 巴以战争的对错标准的话 在俄乌战争中他们其实应该是支持乌克兰的呀 还有最离谱的啊 就是说 很多中国人现在觉得乌克兰是在做一个无谓的挣扎 是不拿自己国家的人命当人命 还不如早点投降 省得死了这么多人 不是就是 是谁天天挂在嘴上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这句话的 那人家别的国家人家现在领土被侵略了 人家为了自己的国家 然后去抗争入侵者变成不知好歹了是吧 就是当时日本侵略的时候 那你说那些战争烈士们都挣扎错了 按照这些你们的说法 那其实当时所有人都应该直接投降 最搞笑的就是有一位网友 他在这个2月15日的时候说 大晚上被还外房贷的银行卡余额穷的睡不着 哎 结果呢摇身一变啊 到了这个就是迪士尼当时上热搜的时候说 真的 这哪个国货品牌振臂 一呼抵制以色列 支持巴勒斯坦 只要他不用肖战代言 我能一直买他到停产 就是 不是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有点分裂啊 最搞笑的就是啊 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对中国只有欺负 从来没说帮过 或者是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 非要说的话可能就是 帮了共产党吧 如果你真的要问小粉红 小粉红他也绝对是说不出来 给过中国这个国家 或者是中国人民有什么帮助的 但是中国的第一艘航母是乌克兰给的耶 就是说到这儿我突然好像觉得就是 谁帮中国谁就被被刺啊 你帮的越多被刺的越狠 真的完全就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就非要把自己摆在一个 极端丑恶的小人位置上 明明这么大一个国家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就是 互相矛盾的这种双标 是也是自上而下的 我们不断抗战 说真的就是这种完全自己自相矛盾的话说出来 自己就完全不会脸红的 因为物资是给平民的 武器是为了帮助他们抵抗侵略者 而真正不想让这场战争结束 或者说去帮助那些入侵者的是谁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自己可以做 然后做了还不准别人说 但是别人没有做反而还要被说的这种双标 就是真的是一脉相承 另外有个短视频想给大家看一下 前几天还是中国台湾 今天你去看一下 已经变成台湾省了 同学们我们一起把祖国统一 公平上扣出来 苹果系统的地图已经正式把中国台北改为台湾省了 高德地图上也标注了台湾省 而在台北的街道上 随处可见的是以大陆的城市命名的道路 你看一下都会觉得特别的熟悉 每条路都是回家的路 这些地名转化成为了一种情感的寄托 凝聚着台湾同胞对故土深深的眷恋 而这一次真的可以回家了 随祖国统一 那是大势所趋 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见证历史吧 先不说他放的肯定是中国版本的苹果地图 因为不这样的话 中国他好像是不允许苹果在中国发售的 虽然我理解这是商人行为 但是这个行为还是让我觉得看不惯 另外呢就是我大胆猜测 台湾选择中国的地名作为街道名 就是当时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统一的心思的 想统一的心思的 但是呢当时的心思应该是中华民国去统一中国 就是打回去 所以说如果这种统一你能接受的话 那我是举这个双手双脚赞成的 这个行为就是很像是拿出一张世界地图来 然后呢我把所有的地方全部都标上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我就拿着这张地图指给所有人看说 你看这些地方全都是我的 你说这你走在大街上 你是不是会被当作神经病抓起来啊 我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的乐此不疲的 做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情 好像就只要说一说 就真的把台湾收入囊中了 就真的可以偷着乐了 既然说你已经标坐台湾省了对不对 那我真的很希望习近平快点去视察一下 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人均GDP最高的地区 为什么不去呢 是不想吗 我就没有见过啊 有人就是指着商场里的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 见人就说 这是我的 然后呢还非要逼着所有人都承认 他说的是实话 可是人家那个珠宝明明都在橱窗里面 不属于他呀 看见一个好东西呢都想要 大家这当然都能理解了 但是你说你自己心里头想一想就算了 对不对 结果呢你不只是说出来 你还要全世界都必须把它当真 你这不是在拿所有的人的智商开玩笑吗 就不要闹了 与其呢你搞这些有的没的 你不如想想怎么民主起来 怎么文明起来 怎么厉害起来 怎么让台湾人心甘情愿的来跟你们做一家人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加入会员频道 每个月呢都有专属的问答视频 除了个人隐私问题之外呢 基本上所有的问题我全部都会一一作答的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